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全马最大的癌症医院呢 你们问任何一个在这里做做的都是一句话 不可能 那你可能 英文不会 马来文不会 华语也不好 你看我讲的华语有客家音的 你知道吗 我是客家人 你知道吗 所以是不可能 其实不可能的话呢 才知道神才在做工 所以我从来没有人家问我 Mary 你的医院做得这么好 你这么厉害了 六年纪就可以把医院做得这么好 人家要 怎么来做都要关掉 你都做得这么好 我只问一句话 你说呢 可能吗 不可能 不可能就是我们神大 有神带着我 所以有神啊 真的有神的 这个世界上的神 我记得 我希望这里的每一个 如果你们今天不是基督徒 不用紧 不用勉强的 因为是这个神会来找你的 如果你他选选的 他会晚上找你 给你知道他是真实 还有交朋友 好像我的朋友那些太麻烦 太啰嗦的朋友会来找你的 所以找到你怕了 你就来教会 你就得救了 好像我家给骗了 上次我讲我骗了 是不是 我给骗了来信耶稣的 我不喜欢信耶稣的 我很骄傲的 因为我六年纪 我可以赚这么多钱 我当时我借款那个盐的时候 我每一个月赚100万 net profit 100万 那时候 13年前 但是这个盐是每一个月亏100万 不可能的 对不对 哪里啥的人都不会选这个盐啊 但是神要你做的话 你走不掉 怎样走 我也走不掉 结果没有办法 拿掉 推掉 我目前的那个100万完全 就来做这个盐 就亏了 继续亏了 一亿 100个million 才从100个million 什么都没有了 连EPF也没有了 才神的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 所以好 我讲完了 一点点 我知道有些不是没有来的 那天没有叫满的 今天上面也有 下面也有 所以讲一些些 好 我的家 我的婆婆 从中国来的时候 她已经是基督徒 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 又没有 又没有教会 什么都没有 她就改了 拜神 当时的我们 我有七个弟兄姐妹 我叔叔那边有七个 我的婆婆有三个儿子 一个儿子回了中国 不能够再回来了 打日本的时候 变成两个儿子 就是我的叔叔跟我的爸爸 这两个儿子生了十四个 他有十四个孙 但是就是一直生病 因为啊 没有 没有的吃 没有营养嘛 就一直生病 所以唯有的方法 就去拜神咯 给福我们吃咯 就一个基督徒就变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叫做拜拜 但是就是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 我的婆婆当时已经是八十多岁 八十岁的时候 七八十岁的时候 那个有人来开教会了 我们住在世贸院 就有人来开教会 我婆婆就回回基督了 在他回去基督的时候 他没有带我们任何一个人信主 没有任何一个 他只是他自己去教会 他也没有讲耶稣是怎样 但是他有教我们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很小 我已经出去做工了 因为我十二岁就出去做工嘛 我没有跟我婆婆去过教会的 但是我弟弟他们有去过教会 就这样子 为什么会去教会呢 因为我们很穷 教会有堂子吃有饼干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去教会 就有去过 但是没有一个信主 但最后我婆婆八十多岁的时候去世了 知道我是第二个信主 所以我会信主的刚才讲给人家蒙茶茶的 骗了 骗得很惨 很生气 很生气的 成为一个基督徒 但是这个是有时你看到的东西好像是不好 但是好的东西就来着了 因为我是很骄傲 因为我是很自私的 还有很多很大 很什么很好胜 人家讲我一些我都不喜欢的 很好胜的 就是因为我成为基督徒后 我才改变我自己 所以这样子我的婆婆去世了 家里就全部就拜拜了 包括我的爸爸就拜拜 今天我只讲两个 我信了耶稣先 我信了耶稣给骗了 我的妹妹 最小的妹妹 也给我这个天使 骗我的天使又骗去了 又成为基督徒了 很厉害我这个天使 跟着我的大弟有个弟弟 最大的弟弟 又给他骗去了 三个都给他骗去信耶稣了 就这样子 你看我的家人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婆婆 我那时候 我做工回来的时候 我看到我婆婆 她是客家人 她每次在家里 祷告很大声的我 我是心想 为什么我的婆婆 不会丑的呢 讲话这么大声 跟神讲话 一个人在那边讲话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只知道她祷告 也不明白 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祷告的力量 就变了 上帝就采拜我的天使 给我信耶稣 给我弟弟 我的妹妹 三个 到今天为止 就是我们三个 我还有四个 就是两个弟弟 一个哥哥 一个妹妹还没有信主 所以这个 但是我一直祷告 但不仅仅 我今天我讲 我信了主 我的妹妹信了 我的弟弟信了 现在我讲妈妈的故事 我的妈妈呢 她很喜欢 上云顶 她今年87岁了 还是上云顶 她为什么会信耶稣呢 就是我每次 我去教会的时候 我就载她去 我载她去的时候 她很喜欢 唱歌她很喜欢 牧师叫她上前来 她也很喜欢上前来 人家叫她 截止 讲一句 她讲一句 她整天都上去了 讲了十次八次都上去了 但是 我跟她讲 妈妈 我们洗礼咯 她说不要洗礼咯 她讲 就要十次八次做OK OK 唱歌也会酷 就不会洗礼 她就是不要洗礼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不洗礼 怎样叫她洗礼 她都不要 结果有一次 我再用 也不是用孔吓啦 就是用跟她讲 你真的不要洗礼 你不是 你不要信耶稣啊 改天啊 你现在你这么老了 八十岁了 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哥哥啦 我们啊 会全部信耶稣的话 我们全部人会在天上的喔 你没有信耶稣 你不在哪里喔 这样吓他 也吓不到了喔 他也是没有回事喔 他就是不要洗礼啊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最后我才知道 他说不可以喔 为什么呢 他说我跟你的爸爸买了一个坟墓啊 在那个拜拜的地方喔 他说等下你爸爸在这边 我在那边 他说怎样 他说他就是放不下这一个 他说他的山 他的那个坟墓 因为我哥哥买那个神级啊 就是买那个地啊 就是在那个拜拜那一个地方的 那个不是基督徒的 但是我妈妈就觉得不可以 一直因为这个不可以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罗 因为这个逼不到他 你怎样跟他讲也逼不到 所以有一次 他就腰骨很痛 腰骨很痛呢 就是腰骨痛是脚 因为那个骨刺 那个脚不能够跑 不能够跑的话呢 他就已经八十岁了 他不要去开刀 他也怕 怎样啦 我带他去骨科 没有效果 结果他自己讲 你带我去那个以前 跟我开脑的那个神经科 我心想 哈妈 你去脚头去看头 有没有搞错 我跟你讲 他就说我喜欢那个医生 我就要看这个医生 我说没有用的喔 你去看你的脚头 你不是脚头 那时候也 我们的医院还没有开刀房的 那时候很潦倒的 要关掉的 叫我的妈妈 要去嘛 我没有办法罗尊女儿的笑容 就要带她去咯 其实我见了这个医生 那医生说 嗯 你这个啊 是骨刺啊 我可以开刀的 这个骨刺是我开的吗 好 我才了解 原来神经科是开骨的喔 都可以的喔 原来是神经线来的喔 不是鬼 我这个这么三八 都说 我都坐到医院了 我还不知道 这样我的妈妈就 这个医生说 可以开刀了 很快的 我说80岁我 会不会危险啊 我这个医生说 应该不会危险 但是我跟我弟弟 我妹妹 我们三个是基督徒嘛 我们就带她去医院 我就跟她祷告 因为一定祷告的嘛 祷告祷告 神啊 你给她 给她不要有什么事情 就祷告 祷完了喔 她就推进去了 她推进去的时候 我的妈妈 我不知道她 有没有祷告 我一直跟她 你祷告啦 每次去教会 你自己跟神祷告 因为你每次都有去教会嘛 她没有搭我们 也没有踩我们 就这样给她 推进去了 推进去 就是很快 就是很快 手术三两个小时就出来了 你知道吗 我的妈妈80岁啊 还有记录的啊 27号进 28号就出来了 这么奇怪 我们两三个很开心 你看我们的祷告 三个 我的弟弟跟我 哈 上帝啊 很爱我的妈妈 保佑她 不会痛 不是 保佑她 一天就出来了 我们很开心 我两个三个 但是喔 一个礼拜后喔 我的妈妈来跟我们讲 我要还神 哈 还神 还神啊 还神啊 我说你为什么还神 你哪一个神你要还 我要还我的耶稣 哈 耶稣不用还的 我说 她说我的耶稣 为什么你会讲你的耶稣呢 她才跟我们讲 当她推进去的时候 她自己跟上帝 耶稣讲 耶稣 你给我进去啊 你不要给我痛 你不给我痛 我出来 我就还神 她真的没有痛喔 她讲喔 但是第二天可以跑的话 你想一下 一个做了轮椅 三个月的 三个月做了轮椅 因为是骨子嘛 骨子一开了 就可以跑的 如果她没有说 但是没有这么神奇吧 我们心想 我们祷告很有力量 原来她祷告更有力量的嘛 她说她真的没有痛你知道吗 她没有痛的话讲 好 她就叫我们全部弟弟妹妹 哥哥 就是说她要去洗礼 我说哈 你要去洗礼 这样你的坟墓怎样啊 我不管喔 她讲 因为我要还神喔 等一下不然她怎样呢 她讲 你的神会不会本地我呢 她讲 她还神喔 所以你看喔 这个东西喔 不是你要他信就信了 你怎样讲都讲不到 我就不信了 她跟我去好多年 因为我信了耶稣二十三年 我从我第一天去教会 她就跟我去 十年后啊 她才信耶稣 所以我也好咯 Elly我天天祷告 没有浪费咯 我每天都为我的孩子啊 我的家人祷告 这样她就这样子去了 上了 去了洗礼了 我们全部啊 我的哥哥 弟弟妹妹啊 所以没有人逼他啊 是他自己要的 所以都很开心喔 他很开心我们 但是我哥哥他们还没有 还不是 但是他也是开心 他说 我的哥哥讲 他讲 他叫我妈妈叫老妈子 老妈子 他讲 你有没有想清想楚喔 他讲 有没有想清楚喔 想清楚的话 你才去喔 你多两天才去可以吗 你再想清楚些 你去跟你的观音讲 你要去可以吗 但是我妈妈很决定 很决心 因为她知道 她进去的时候 她讲不痛 她知道 她求的时候 不是那个观音 她求的是 她讲是那个 耶稣 她自己这样子讲 这样我的妈妈就成为基督徒 像我跟她讲 你去哪有耶稣 你不可以去赌波多 不可以去云底的喔 对不对 我们基督不可以赌波多吗 知道知道知道 她讲知道啦 我不会去的 但是每一次都偷偷摸摸去的 偷偷摸摸去 回来 为她去哪里 我们去玩 去看东西 为她是不是去云底 没有没有 没有去云底 每天都是骗人 我说 我说做者基督徒 不可以骗人 有气就讲有气 没有气就讲没有气 这样子以后回来说 有气 这样喔 有气 神怎样赏满她 她气喔 有一次喔 撞一次喔 她撞到脚啊 都不能够跑了耶 因为你去太多啊 太多吃了 她没有可以做 她每个月都有钱 我们给钱她 她就是去玩 现在就是 我想到管她 她的心气老人家 是没有管她 这样一次脚断 好了用气 很劲喔 现在都七啊 八十七岁 三个礼拜才七啊 跟着喔 跟着回来 第二个年 第二年第三年喔 她有一次晚回来吗 这么巧 我的哥哥的家 有漏水喔 她跑跑跑喔 她踢到那边 踢下去喔 她从云底慢慢偷偷摸摸回来 踢下去喔 又踢断脚喔 又不给她气喔 就是我说 还装扯 装不到你 下你 好了又去 现在你 到家又不要去 好 我从此不气了 她讲 我从此不要再气了 我知道 神啊 会在本地 不要气 不要气 我跟你讲 上个礼拜还去吧 所以我说 我们人喔 很奇怪的 当你有事的时候 你求神 你会很紧张 神啊神啊 我不账 我不做了 我不要这样 我不会的啦 过了事是好了事 忘记了我 可能就是这样 结果 那时候我说不要去 那钱存来 捐给那些 捐给那些人 有啊 做了一段时间 乖乖的 最多是三五个月 又偷偷摸摸的去 因为她有朋友嘛 你知道我妈妈怎样去的吗 我没有司机叫她去的 我没有给司机我妈妈 我爸爸就有司机 她就大八十七人了嘛 因为她有个朋友 在四个月 她每次我的司机 在她去到四个月 她是说跟她玩打牌 但是她们两个就大八十 因为她出来就是八十站 八十在他们去 叫他们回来 跟着交司机 来载她回 就是这么 不用钱喔 不用钱了 八十不用钱了 所以你看了 我说人啊 就是这样 但是她信了耶稣 跟没有信了耶稣 是两个人 她很开心很开心 以前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开心的 她是现在从来 我问她 你八十多岁了 现在如果你有什么事情 他们是讲 如果我今天回天家 我就很开心 因为我的孩子又好了 全部OK了 所以她很开心 等着回天家 我的爸爸就Opposito 我爸爸很怕的我 这个就叫我讲我爸爸了 好不好 我妈妈讲了 她就到今天 她还是想 但是她从来没有怕过死 这个字 基督徒 如果我们真的是很知道 我们真的有个神 他的心里很平安 很喜乐 就是有一些习惯 改不到 他们老了 我们也不要逼他 我就是想到这样 好 现在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他是个很传统的 因为中国 我的婆婆是中国来的 他今年八十九岁 我爸爸 上下两岁 我们跟他传父音 我跟你讲 他跟你放你的桌子 放你的桌子 他很不开心 很不愿意听到 我们信耶稣了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 我跟你们分享 我信了耶稣的时候 我很担心 我很怕 很生气 因为我的妈妈 不知道爸爸 不知道各个妹妹 突然间也变了基督徒 所以是不是很辛苦 所以那时候我又是大姐 所以我的爸爸很不喜欢 虽然 虽然很不喜欢我信耶稣 但是 他很疼我的 因为我做了很多很多好的东西 他看到 他很疼我 他不敢骂我的 但是 他对我的妹妹 最小的妹妹也是基督徒 他不客气的 你知道吗 我的妹妹 有时在吃饭的时候 祷告 谢饭祷告 你知道吗 他是不开上来 不要祷告 骂我们的 全部是看着他了 不可以 不可以念经 他讲 念经 他讲不可以念经 其实他是祷告 他是不给 还是 他会怎么成为基督徒呢 这个东西真的想都想不到了 像他这么难搞 我的妹妹 有一次 因为他十岁就吸烟 他是我们是做 我们是最塑脚的 最塑脚要吸烟 因为你要把蚊子拿走 所以吸烟的 真的 他们是那种烟 不是烟的 是那种 那个自己卷的烟 我婆婆是卷烟的 买那个 买来卷卷 这样 所以我爸爸十岁就吸烟 吸到八十岁 那个费已经剩下二十八千 全部 已经摆到完了 所以他 很辛苦有时 复习不到 我有一次 我的妹妹的教会 来了一个很紧的 那个医治的 那个牧师 从国外来的 我的妹妹就 一直跟他讲 带他去 结果 真的载到他去教会 去教会 是 会医他这边病 因为他为了医病而去的 不是为了去教会的 他就第一次去教会 他也是很不开心 你黑 你黑 主你黑 你黑也没有用 他要医病 所以一边你黑 他要医病 就那边 但是 我们 那牧师就跟他祷告 但是回来 也没有见到 好到哪里去 但是 从那天回来 我们爸爸 就没有再去拜神 去拜庄香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妹妹也不知道 他从那天开始 就不去 但是他的心也是还很硬 很硬 但是他已经没有再庄香了 这样我们就想到 好过没有吗 他心里承认吗 手里承 心里相信吗 口里承认吗 可能就是这样 我的爸爸 就 就比较冷静了 我们讲什么东西 他都没有这么反对了 有一天 他就 我的 我四点多早上 因为我早上四点起来 四点多 我就看到我妈妈的 我爸爸的家里的电话 吓到我一下 因为那时候我爸爸有事 因为他肺不好嘛 他抽烟嘛 他还是抽着烟 一天三包 每一天三包烟 八十岁 这样子 他就 四点之后 我再到 我四点看到 吓到我死了 怎么办 为什么这样早上打电话给我 回家电话的时候 我妈妈跟我讲 你爸爸叫你快点来啊 他要洗礼啊 洗礼 我又不是牧师讲洗礼 为什么要洗礼 他现在差不多要断气了 很辛苦 他说要快快来洗礼 真的是这样的嘛 我是想哪里可能 因为他复习不到 有筋没有出 有 复习筋就出不来啊 很辛苦了 因为肺就坏完了 但是当时我的医院 我已经有医院了 我就刚刚把他 2015年的时候 刚刚医院开 我就载他在我的医院去 就载去了医院呢 我没有办法跟他洗礼了 因为我都不会的 我跟你们讲我很差的 我什么都不会的嘛 没有带来信主的嘛 这样子 就在我的医院 我的弟弟 听到这样子 我就立刻带我的牧师 去跟他 敌礼罢了 敌礼 所以我就说 不要散 不要散 你敌礼啦 你一定要礼罢起来 礼罢起来 不然我的哥哥说话 迷迷糊糊信了耶稣啊 怎么办 对不对 我的弟弟就 就厉害了 就照相 问他 你是不是要信耶稣 我爸爸说 是 是不是要信你 是 全部有礼罢啊 跟着我试试 我的牧师问他 你现在你的医院要不要戒 我的爸爸想一下想一下 好啦 你如果不戒你就复习不到 OK 他就要戒医院 戒医院怎样戒呢 牧师就跟他祷告 他说 OK 从今天开始 你戒医院的话 你就会臭的那个烟味 他真的这样子祷告我 很少看到人家这样祷告的 对不对 他就这样祷告我 然后他 哪天你戒医院就会臭的啦 他有没有反一回事嘛 就在医院 就跟他敌礼了 跟着 牧师 牧师就问你 因为他很多福的 福啊 福章啊 福章 他就 我就跟我弟弟讲 你问他 哪里有福 哪里还有什么 全部跟我拿出来 我的爸爸 一清二楚的 厨里面有三张 枕头里面有一张 他的车里面有两张 棒棒棒 全部拿出来 放在前面 问他 现在这个东西你要怎样 你需要你 现在你这个东西要怎样 他说烧掉他 OK 我跟我弟弟讲 哇 真的滴了你 从医院回来 他整个人好像很精神了 很好了 一两个礼拜后 我们就跟他讲 要去教会 去教会 怎么去教会 他讲 好了 不要去教会了 我说 你现在 你看你那天 你说你要去 我知道 我洗礼了 他说 为什么不去教会 我还要想一下 还要想一下 因为我哥哥 他很疼我哥 我哥哥很孝顺的 我的哥哥还没有信耶稣 他很担心我哥哥 很难受啊 他就说 等一下 等一下 等到几时呢 结果 他就推翻了我 我没有信耶稣啊 他在讲我 真的推翻 你知道吗 当时我只是 迷迷糊糊 我说没有 我有视频 真的有视频 我哥哥也看到 结果看到我 这样子 他也不要管我们 我们也算了 然后没办法 很奇怪 没有到两三个礼拜罢了 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 不记得 一段时间 他这次真的是 可骂 已经 不省人事 要我载他去医院 当时我的医院又没有开刀 又没有开刀房 又没有ICU 那时候还没有做好嘛 这次我就 再去商务 我在那陪着他 陪着他进去ICU都要等几个小时 才进去已经 已经不能省人事了 已经完全不省人事了 有什么办法 就没有进到ICU 7天 就是不省人事 那个肺一直在下面 一直在 已经不能够整个肺 肯定是剩下18%罢了 就是等着 我的哥哥说80岁了 医生问我们要不要 插喉 插喉是等几个月了 还是什么罢了吗 我哥哥跟我两个是大的嘛 我们两个说 不要插喉 给他80岁了 给他好好的 回天家了 就这样子想嘛 但是不是回天家了 他说他不是基督徒 我就很担心 这样子我就 就这样子 好 7天了 最后医生叫我们 全部来完了 一个一个进去跟他最后一面 我就求他们 我就求他们 因为我们有 我的妈妈已经信耶稣了 我自己贪心 健康过以前 我祷告 健康过以前 给他 每次还是可以回世贸业 因为他在国家住 要回世贸业 给他多10年的 还是20年到100岁 你看我很贪心 就是这样祷告 哭着祷告 我弟弟他们也祷告 神迹出现了 我们已经等着 那个医院打电话来了晚上 一个天 但是 我的爸爸的东西就上了 上了 三天后 从ICU出来了 这个是真实的东西 一点都没有假 跟着我跟我哥讲 你看我的耶稣基金 我的哥讲什么 我的妹妹两个 其实我们有求我的观音吗 他讲 这样 我也求我的观音吗 他说 你求你的神 我也求我的神吗 这样子 这个就是真真实实的东西 我们 我们的conversation 他说 我说 你求你的 那时候为什么那时候 你们有进去这样子求吗 他们没有 我们有吗 这样子我们知道 是神 要我的爸爸做见证 所以他还没有承认 他还没有承认 他这一次 从死里复活回到来 真正的回来 他真的是比以前健康 真的是可以跑上跑下 奇怪 这个 这个肥已经烂了这么多 剩下10% 再开回 肥好玩了 现在10年了 你想一下 这个东西是 无可思议 连我自己 都不相信 那时候我也不是很敬的基督徒 我也是半信半疑的基督徒 就是很骄傲的基督徒 你明白吗 不是那种 讲到神 就什么的 没有的 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的 那种 就是这样 但是 这东西 你看下去 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 发生在我的家 这个我的爸爸 我就跟他说 他是基督徒了 他知道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他就 一直不敢讲 一直不敢 还是不敢提 10年里面 他是承认他是基督徒 我们跟他祷告 我帮他祷告的时候 他会 把紧我的手 我们一进到来 试试 进他房间 有时候晚上我还晚回来 我的弟弟他们去他房间 就拿起手来的 祷告 他们要祷告 但是在我哥哥的面前 又不敢讲我 我的爸爸就是这样 所以我那一天 我就 坐着来跟我爸爸说 现在 以前我爸爸很怕 很怕 一点点事情 一点点事情 他就以为他要死掉 因为八十多岁了 他很怕的我 现在 没有了 为什么 我就跟他讲 你看我们的人 我们华人 我们跟他讲 我说华人 华人很奇怪的 整个世界只有华人 去亲民的 对不对 亲民 去亲民就是 烧东西 现在烧什么 烧bank 银行 烧银行给你的祖宗 烧什么 烧那个什么 back credit card 什么都有 我就跟我爸爸讲 你看 我们华人 在地府里面做王 全部让人家来 你是bank 什么都有 哪里是这样的东西 我跟他讲 不是这样的 你看我们华人 很奇怪 每一次都觉得 我们人死了 一定是 下地狱的 对不对 华人嘛 每一个 但是别个人没有这样讲的 鬼老没有这样讲的 只有华人 我们已经承认 我们死了 一定下地狱的 我说为什么 我跟我爸爸讲 所以为什么你这样怕 因为我们给那个戏 那个拍戏 是那些以前的人讲到 死了又要过河 等下又冷 等下又地发 第18层地狱 你就很怕死 很怕 不知道 没有书 没有那个书记 不知道去到哪里 一样我跟我妈妈讲 那时候他没有信耶稣 我说 你还没有信耶稣是不是 我给你一个比例 我跟他讲 我说今天 我买飞机票给你去美国 对不对 美国是很大的国家 但是 你是很怕的 为什么怕呢 你去美国做什么 你去到美国 你不会讲话 你要找谁 你明白吗 但是今天如果你是基督徒啊 你一有什么事情呢 上那个天使来 带着我们 如果今天美国 你一去到美国 我跟你讲 你不用担心啊 等一下有一个人来 这个人 怎样怎样 什么东西来 带你的 所以他就很平安 对不对 因为他去到那个 那个 那个 机场 美国飞机场的时候 他就知道要找这个人 这个人会来带他 所以我们就很平安 所以我说基督徒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基督徒知道 我们去世的时候 有天使来带我们 所以我们有平安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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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都是这样 我们不是说 我们基督徒就像上天堂 基督徒你做不好的话 那个圣经也是讲过很多次 你没有做好行为 你没有做好做坏事 你也是 别聚在门外的 所以不是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 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 去到 一个地方 你很坏 是你得救 但是在哪里我不知道 可能在比较偏僻 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 平安 那一个 就是我们去到美国 哪里也好 不会讲话也好 我有一个熟的人来带我 我知道我 上飞机的时候 我已经有平安了 所以我慢慢有平安 我就跟我爸爸这样子讲 我爸爸 就是慢慢慢慢给我 他说 为什么你们 华人 我不拜华人的神 拜鬼老神 我问他哪个是我们华人的神 关音啊 干掉 我说全部人 我说爸爸更好笑 拿一大堆那个 那个 那个中国的那个什么 毛主席 毛主席你知道吗 毛 毛是东 毛是东 你们应该晓得不知道 我们的年纪 一大堆像在他的前面 睡在那边 当他神来拜 我说你最 最重要的你都知道 你看过他是人 为什么你当他神来拜 那时候 就是我们 每一个人 华人都觉得 他当他是神来拜 还有我的 我又跟他讲 那关音啊 根本都不是 男的啊 是你的哦 他是你的吗 他是男的哦 他也不明白 因为他没有去 所以我一个个讲给他听 我一个个分析给他听 所以今天 他就 很有那种 平安的 去 接受 他今天 89岁了 他已经知道有什么事 他就 没有再怕过了 没有再怕过就是 就是他已经知道 我买了飞机票给他 他今天信了耶稣 就是拿着 比较去到哪里 都有一个人在机场等他 的那个比例 所以我们都有平安 不然哪里 女儿跟他讲 你去到美国很好玩的 很什么的 但是你是怕着去的 因为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 但命运会怎样 我们人也是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 还有 我们每次说 给牛头马面来带我们 你看几恐怖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怕死 因为牛头马面 又带到牛头马面的来 让走你 又拿很大的 那个 那个什么 刀 还是什么 来带你去 让走你去 你不怕 所以 不要相信 这个是 骗剧来的 这个是 那个戏 就在人想出来的 我们真的是要很平安 好像他们 我的爸爸这样子 怕虫 很怕很怕 今天他不怕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知道 有一天 我们人 从一出生 就是等死罢了 一定等死的 一定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过这一个死的 所以我爸爸 从来不敢讲死 这句话到以前 他怕嘛 但是 有 你不讲 他就已经在那边了 你明白吗 已经是在那边 是等着我们的 但是我们现在有的选 我还没有 还可以选 不管我是九十岁 还是九岁 我都可以选 我到底要去第一 还是要 有一个人来 带我 回 那种平安 你看我们的人生 从你一出世 又没得选 到你去世也没得选 但是在中间我就选 像有的选的话 我们就选 证据的 什么证据呢 就是那个属 那个我们的圣经 圣经里面讲的每一句话 我知道这里每个基督都明白 圣经讲的每一句话 神 那个耶稣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 所以我每次在我的 城堂里面教育那些小孩子 我们人很奇怪 圣经教的是真理 一加一等于二 对吗 真理 但是我们的人就是不是这样 我们一加一等于二点一 三 四 五 我们有自己的 想法 为什么 如果 一个比例 如果 那些人 上帝教我们不要懒惰 不要做坏的东西 我们要爱我们那些身边的人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选择去爱我喜欢的人 你明白吗 就是 变了一加一等于四 真理是一加一等于二吗 但是这样子的话 整个东西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 问非自己 我们 一加一等于二 整的二加二等于四 就是 把圣经里面的 他叫我们的 律律典章 那些东西要跟的 要做的 做好他 你的人生就好像我这样子 现在我的医院 现在我 next要做的 不是 要做这个cancer了 我next要做的是 已经 筹备做 我要开 心脏 砖科了 因为这个已经 很stable了 你看 一个病人 我要用 100千 200千 救他 因为我已经用了 6千万来救 那些穷的cancer 但是 70% 还是 回天家 你用了多少钱 还是会添加 所以我想来想去 我现在要的 我现在有的钱 因为我说够 我赚到钱 我不会给我孩子的 所以我就把他 第一我要做这个 心脏 你看 太多男孩子 给自己 给你们知道一下 蓝的 你看 地下七 心脏 30岁 40岁 50岁 全都是蓝的 很少女人 心脏病的 为什么 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这个事实 我不是在这边讲故事 上帝 应该有医生的话 肯定知道 上帝造我们女人的时候 我们要生孩子 所以他有一个东西 会保护我们的心脏 我们的心脏 到我们 到我们女人收尽后 心脏就没有保护了 六七十岁的女人 才会心脏病的 所以只有男孩子 心脏病的 男孩子没有保护的 所以我就觉得 很可惜 因为我看一个人 跌下去 不会起来 还是起来了 变了自我人 我看到是一家人很痛苦 所以我现在已经筹备着 明年应该有我的 那个 心脏 我怎样做呢 心脏呢 我会给 每一个人来 免费的来 stress stress就是看你的心脏有问题吗 就是有问题吗 免费啦 我有20架stress 有专科医生给你们看 到时候 你们有问题的话 我就立刻给你们去 就 就是人家讲 东坡仔 放那个东西 stress 你放在去 它是 你一放在去 它就可以 维持你的生命 很久的 所以每一次去 查的话呢 你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看到 一个一个的家庭 会 不会走掉这么多人 所以我要做这个了 所以这一个事情 第二我要做的是 DNA 我验DNA 那天我不知道有没有讲DNA 有讲是不是 那个DNA就 下个月就开始了 开始在 PFarmacy 就是你们去PFarmacy 就可以去验了 就是1000个 金 1000个金 全世界没有人 还没有 马来西亚就没有了 它是几十个 几一百个就有 这个1000个金里面 是看500种 500种药 适不适合你们的 还有 小的时候 还是到大的时候 你也知道1000个金里面 你适合吃什么东西 你吃对东西 你就不会生病 你吃错东西 我的身体不喜欢 你一直吃一直吃 好像我不喜欢 我不是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吃咖啡 喝咖啡 但是我的金 不喜欢喝咖啡 你不喜欢喝咖啡 你一直喝 因为他不喜欢 他就会 改变 他的基因会改变 像如果我们知道了 原来我的基因 不喜欢喝咖啡 但是我喝少一点 他是不是说 你不可以喝 是喝少一点罢了 你们知道 那重点在那边 我讲一个 例子给你听 我有一个工厅 他就去验了这个基因 基因 他每次有扁头痛 扁头痛 就不只是扁头痛 晒到 也可以 吃到东西 他也不知道 他的基因告诉他 你不要吃很多大虫 虫啊 这个你有一个基因 不喜欢这个虫的 这样大虫呢 他就觉得 好 如果你讲的话 我就试验了 他就 今天他就吃多多虫 虫 然后你说明天就 真的是 migraine 就是migraine 所以很多东西是 上帝照我们 从来没有放药 叫我们吃药的 没有了 五千年前 没有医生的 有啦 陆家是医生吗 他不是用 洗药的 那时候没有洗药吗 吃什么 吃草的 吃 植物的 吃生果的 每一样东西 你的基因都是要用 这些来 给自己健康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是 回回 倒回来做 不要 不要做那个 已经病了 继续做了 因为没有办法嘛 就是继续帮他们 这些没有病的呢 我就继续要 服务你们 还有这个基因 一千个基因我不可以卖贵 因为卖贵很多人不能够做嘛 所以我卖一千八 千八块 是两种 一个是药 一个是植物 都是千八 然后 跟着呢 我可以给你们 100块一个月 这样你们就容易了 18个月嘛 就堆完整个东西 所以 很多时候 我们做东西 你看我们人生才来一次 才来一次 现在你们坐在这边 你们知道 要选对神先 选对一个真神 不要再去跑跑 因为我就问我爸爸为什么你这么反对 为什么那时候你这么反对我们 这么不开心 一样东西 我讲它 因为你是一家之主 你不能够输 你一路来你说要拜 拜 拜 现在你叫我们不要拜的话 你是爸爸 脸 放不下来 真的 很多人因为 他是一家之主嘛 他没有人讲 我带你拜错神了 所以很多老 很多 男的 最后最后 一口气才说 好 我信耶稣 真的 你的就比较快的 知道吗 教会很多你的 都比较快的 男的那脸 脸比较重的我一定要 因为他们一家之主 所以你承认 就是你以前 我拜错了 所以你承认是信耶稣 所以 不要这么执着 对的东西要立刻改 你看我的经历 你看我以前 上次我来 我来分享的 我一选错行业 我就走的 此地不可留也 对不对 我不留了 我就走的 为什么 因为 已经不对的东西 你继续做什么 为了那个脸吗 为了你的什么 不对 为了 真真实实 还有一样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跟孩子祷告 跟全部人祷告 是很有用的 这个武器是 很厉害的武器 但是不是立刻看到的 时间可以看到的 我的孩子 两个儿子 他 他去 国外读书的时候 我的大儿子 就是 因为我的大儿子 我的孩子 身上很英俊 很高大 我就说 为什么 这么人家 每个 2月14号 都有收到花的 你们两个没有收到花的 没有人暗恋他吗 就是没有情人 我问他 是不是 你们 都喜欢男孩子的 我的儿子讲 不是 是不是 好彩喔 他说为什么你 没有收到花 没有人喜欢你的 那时候 差不多20岁了 因为我现在 年轻人都很 什么的嘛 我去到他宿舍 没有花 没有什么 我儿子讲他要读好点书 为什么 我这个孩子 很听话一下 因为他那时候 我的家 我的先生 他做生意 失败了 破产了 他破产了是不是 他爸爸破产了嘛 我供他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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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觉得 要我很辛苦了 他说我不要读这里 我要读 读那个 政府 学校 所以 这样子的话 我说不可以 我要他读 继续读 他说他担心 我们没有钱 所以这样子 他就 你看 我们没有钱 或是我们发生一些问题 会把孩子 把孩子 长大了 他这里思维会很好的 所以他就 这样子他就 继续的 读 就是很努力的读书 就没有想到要去南里 的朋友 所以他为了 要我不要这么辛苦 就读 两个 哥哥 读 弟弟也读 哥哥选读医科 弟弟也选读医科 我问他弟弟 为什么你要选医科的 你哥哥选医科 是因为我的孩子 大儿子 我 因为我很起立 我很起立 从小到大 我很起立 我怀孕他的时候 六个月 七个月 就整天驾车去 这里做 那里做 所有 六个多月的时候 我在车上 突然破水了 六个多月 我的第一个孩子 我就自己驾车去医院 躺在医院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不是躺的 没有医生的时候 就手耳口出来 坐坐坐坐 医生拿一脚就藏起来 又这样的 我就是这样的 没有当医师 他说 不可以的 你一定要躺着 不要给那个 水泼了 不要流出来 流出来 孩子 会没有的 我又 没有不听话的 这样子 七个月 刚刚没有到七个月 半夜有一天 做工作 很痛 肚子很痛 原来要省 七个月 我就给我推进去 产房 医生还没有来 孩子就出来了 小小巴了 一卡举巴了 一卡举巴了 我不敢去看他 第二天 我第二天是 这两孩子是 第一胎吗 我跟我先生讲 我不要看他了 看了他 等下我印象 因为我知道他 会没有的 一卡举我 你看你这个妈妈 几坏蛋 我的孩子跟我讲 这样的妈妈都有的 不看我 是啊 我没有去看他 跟着我 医生 第二天来跟我讲 你的孩子 一卡举 但是他的 接触很好 有60% 可以生存 我说 60% 不是没有8% 这样我才去看他 你知道吗 我才记到 去到那个 汽车 在那个汽车里面 去看我这个孩子 一个月住住 两个多KG 我就可以拿回来 所以我这个孩子是 给医生救回来的 他从小到大 我就跟他讲 如果你有机会 你做医生救回孩子 他真的是这样 他就选儿科 他就选到很勤励 读 小孩子 宝贝的科 他哥哥有理由 有理由 他弟弟没有理由 要读医生的 对不对 弟弟也是讲 我说你没有意见的吗 没有我没有意见的 所以有时做哥哥的 要有好榜样 给弟弟 他们全部会看的 所以我哥哥很有榜样的 我哥哥很孝顺 我爸爸妈妈 我们为了 我们全部住在 隔壁隔壁的 我哥哥为了 我们每一个子子孙孙 都要回家 跟我爸爸妈妈吃饭 就在那边煮饭 每个人没有得煮的 一定要回我爸爸妈妈煮饭 回家吃的 所以 圣经说 孝顺 第一条就是要孝顺 所以很多人以为 信了耶稣 就不会孝顺了 其实 第一个对人就是孝顺 对吗 对啊 对神 前面吗 对人 所以有些不是基督徒的 我跟你讲 以前我是错了的 现在我知道了 所以我很爱神 所以这样 这样子 你看 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我的弟弟 我的妹妹 都是因为很多很多的 东西弄到他们心的 我妹妹也是不信的 吃很多福 很多福的 每次去拜拜的 所以 他一信了耶稣 他就 完全完全 是很爱主那一个 所以我希望今天 我的时间差不多到了 因为九点半 还有 还有五分钟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 我爸爸妈妈的 这是真实的故事 神要选你的话 神要选你 或是 不要等他来选 我们选他 神说吗 你还不知道他没有看到他 你相信他 你更有福吗 对吧 牧师 我们要用这样的方法 去爱神 我不是很 我不是牧师 我也不会很会讲 但是我只会讲回 我的经历 给你们听 这个经历 就是 真真实是 我看了太多 我的医院 因为我带了 那天我讲 带了 三年里面 我只有 带了 差不多一千五百多个人信主 这一千多个人信主 我看到太多 那些已经要去世的 我们跟他信了耶稣 他的那一个 那个洗了 等待上帝来 接他那个 跟另外一个床位的 他不相信 很执着的 一直在怕一直在怕 年轻轻年轻轻 最后死的时候 还是很不甘愿的 是两种人来的 其实 他还没有信主之前 也是跟隔壁一样的 很怕很怕很怕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 这么紧张的 每一天 我从一个人开始 去 我那天我不知道有没有分享 我从一个人开始祷告 去医院 看那些病人 跟他 教那些 所以现在是40个人在医院做这个东西 就是 帮助他们 给他们祷告 给他们 平安 给他们知道有神 这样子 在医院做做 所以那一些人 那一些 当要去世 还有他还要跟我们 做起来 做出来跟我们说 改天 我真的 回天家的时候 我要什么颜色的花 我要什么东西 全部我们跟他写起来 还有他要弹什么歌 要放什么歌 是很平安的 很平安的 跟我们讨论 他的后世 跟他上个礼拜没有信主的那个帕 跟今天很稳定的 写每一样东西 带着喜乐的 唱歌的 你看一个天一个地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心里相信了 他知道 他买了这个Ticket去美国 有一个人在美国机场会 带他 才有平安 这个平安 你有多少身家 你有多少钱 都给不到你的 因为我看到太多有钱人 还是很怕 为什么他太多钱了 他怕去世了 钱又不知道怎样 等下又这个又那个 所以我们的上帝叫我们 把我们的财宝 放在天上 不放在地下 地下 是会吹烂的 会有虫来咬的 为什么 你看 孩子等着拿你的身家 最好一直揍你 快点死了 你没有看过这样的孩子吗 我有看过 一给了钱 我看过几个一给了钱 分了身家 爸爸妈妈去老人院了 你看 传道书里面讲的东西真的是 我很喜欢看传道书的 我希望你们可以回去看传道书 你一看传道书 你就会 整个人生会不一样 为什么 传道书说 空袭的是空袭的 他说你这么厉害的人 你死了也没有人祭奠你 你很坏很坏的人 死了也没有人祭奠你 你明白吗 他说 我们 为什么呢 我们只知道 神 真的是我们生命里面 唯一 要找的 为什么呢 你看小孩子 我那天不是有没有分享 十个妈妈 只有一个孩子是真的妈妈 为什么 那个孩子哭着的时候 给十个女人 十个女人 抱 都会哭呢 最后一个是他妈妈不会哭呢 为什么呢 所以我很喜欢这里讲这句话 跟我的病人讲 他们就 知道吗 为什么自己的母亲 抱自己的孩子不会哭呢 他找对了 他有平安知道那个是他妈妈 一样 我们找神 这个拜不好 这个没有给我种马 不要我就拜那个 那个没有给我种马 不要我就拜这个 这个没有给我发达 我又拜这个 拜上了拜上了 就是没有平安对不对 就是那孩子 这抱抱你没有平安 因为你没有找对 你那一个真神 为什么我的病人找对了 他会这么喜乐 跟我们排出来 写要做什么 要唱什么歌 还有录起来 我们录起来 就是弹吉他 我们帮他弹吉他录起来 他的歌 只要放在那个 他的那个罪事礼里面 我们做了很多罪事礼 我就是那个唱歌的那个 带着他们 我的工夫就是做罪事礼 为什么做罪事礼 现在去做 所以刚才讲 十个女人 一个baby那个 你们 自己去想一下 今天你没有拜到有平安的话 你想一下 多一点来教会 跟神 接近一下 看圣经 大家爱 爱弟兄姐妹 好像我也是每次分享 我们人 每一天起来 有的选择的 为什么选择呢 第一起来就选 哎呀 那昨天那个又骂了我 那天又借了我钱 这个又 亏欠我什么 你就很不开心 因为一直想 这个人欠你钱 那个人骂你 这个人什么 你掉回来 一起来 借了那个钱 希望他做得起来 当祝福他 不要去追 这个人骂我 他可能心情不好 家里有事 原谅他 这个又什么事情 不要 上帝就是叫我们这样罪了吗 宽恕吗 叫我们不要放东西 在我们的心 你看啊 放这个 很多事情 我每次说 如果你说你要帮这个人 你是绝对不可以说 他没有还你 你要帮喔 要还的吗 是不是 但是你说 我借给你 但是我要利息 就可以 那个不同啊 对不对 你要拿利息借给他 那个是 打利息借 到底你要做打利息借呢 还是要做神 给人家祝福那个呢 我们有的选 不是要 给人家100万才是 给 他是要5块钱 我们给他 我们都是给 你明白吗 所以不要以为 我做不到啊 玛丽你有钱你做得到 不是啊 不是 你们每一个人都做得到 你如果有 真理 一加一等于二 上帝就是要我们做这个 一加一等于二 但是我没有喔 这里说我帮你 我看到他发达了 就在他们后面讲 你看以前啊 不是我帮了他 不是我帮他 他那也可以这样好 帮了人家就绝对不可以讲 任何话的 这样子 一讲了来破了 上帝就觉得 你是有目的的 每样人做东西都有目的 上帝要我们做东西 没有目的的 好像耶稣这样 他的耶稣来 没有目的 只想救我们罢了 所以我们也要没有目的 想帮人罢了 帮人是最好的 因为你有的帮 好够人家要帮你嘛 对不对 要我们 每一个人 大家一起做帮人的那个 不要 讲戒 但是大书母要讲戒 不然你们 大的书母你们讲戒 小的书母当帮 帮了他要还就还 不还 就是帮嘛 因为那圣经讲清楚 你的弟兄有烂 你不帮是你有 祸了 对不对 牧师 帮啊 他说 帮不可以 有回馈 有回馈 但是我们做每样东西 都是有心理有算的 我做这个我要什么东西 我对你们要什么东西 都是有 上帝叫我们不要这样做 如果这样子 每一个做到这样 我相信 我相信你们每一天都很喜乐 每一天都没有烦恼 没有去想这个欠我多少钱 这个弄了我什么 明天我 你昨天讲了我这句话 我明天要想尽办法 讲回你怎样 你辛苦 对不对 我今天时间到了不好意思 我只在九点半 所以 当然我要 大家一起 做一个 爱神 爱人 的人 我们 教会也好 我们的 世界也好 我们都是 最得意 最得意 得意出的那个是自己 真的 不是别人 这个我们要学习 所以我一直在学习 所以我说 我每一天沉岛 我都带着一大班沉岛 其实最得意那个人不是他们 是我的 这么多年 八年有没有停过 每一天七点多 我就在那边stand by stand by stand by 今天看到 进了领养 进了领养 delibrate 今天是读什么经文 我就要去研究 我要讲给他们听 这二三十个人我要讲 因为我最大嘛 结果讲给他们说 每一天都看圣经 每一天变得自己 很多东西都明白了 所以最后觉得 最得意的是自己 你看我们 每一天以为做给人家 哇 给人家得意 其实不是 得意的你 我们帮人家 上帝给回我们 但是我们不要想 我帮了他 上帝一直没有帮我的 上帝没有给回我的 这样你有目的了 你知道吗 你帮这个人是希望上帝帮你的 又不可以的我 对吗 帮了他们 我就觉得 帮就是帮 很甘心情愿的帮 所以 今天我 讲这个讲到这里 改天如果要听的话 另外一个故事 不同的故事 我希望 今天有没有信主的 这一个 这些弟兄姐妹 我不是来讲故事 我来讲真真实实的 我家发生的事情 一点都没有讲 一点都没有见 所以我希望 你们今天如果感动的话 等牧师来呼召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 敢敢的 不要好像我妈妈 讲了讲了又倒回去 讲了又倒回去 OK 真真实实 抓紧上帝 你的幸福就开始了 谢谢大家 谢谢